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模特也紧缩 不但紧缩身材 连五官都得紧缩呀 另外 参加紧缩的还有男人的私房拳 女人的小短裙 海平面上升淹没的陆地面积 以及NBA的赛者 所以 向投资创业的朋友们 2012年市场最佳投资产品 是还你青春紧缩缩的收缩水 现在出手还不晚 缩缩缩缩缩缩 正所谓 勒紧裤腰带 过日子 一个馒头 俩人吃 可有减入涉意 优涉入简难 没几天 又开始刮起了反紧缩风 谁提紧缩 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先是主张紧缩方案的法国前总统萨克齐 大选败北 爱丽舍公改超换代 接着 德国总理默克尔地方选举也失利 连大风车荷兰也因紧缩计划遭反对 导致政府倒台 除了政坛大动荡 上周末 西班牙80个城市的街头 跳着脚的上演反紧缩的Flamingo 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前 几百名示威者向上帝诉苦 在希腊进行紧缩谈判的德国官员都被恨恶几乎 家门口被泼红油烧起车 意大利更是出现民众自杀 总理遭恐吓的事件 除此之外 匈牙利 比利时 葡萄牙 处处都是呐喊声 鲜花和面包 我们一个也不能少 老百姓就是如此啊 不在乎经济规律 最根本的要求就是 明天会更好 换到中国人的话呢 还得多加一句 只要你过得没我好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了 统治阶级也不会要求老百姓理解经济规律 宁可被骂 为什么呢 老百姓要是比统治者玩的还好 那大家就该轮岗了嘛 你你下我上 上上下下 就忐忑了呀 忐忑忑忑忑忑 大家还是要从经济规律里去找药方 经济规律是什么 我不太懂 我理解的经济规律啊 就是经济规律 哎 哎 经济它有时伸 有时缩 它就是个大王八嘛 那金融衍生产品 就是王八蛋呢 这个摩根大通最近玩赞 就把自己玩进去了二十亿嘛 哈哈哈 经济这只王八 伸伸缩缩还得把握好时机的 沙滩上大太阳晒着 你要伸头肯定晒死了 水里边要是一直缩着 沉底那就得憋死啊 这个伸缩的时机 肯定还是男人比较懂啊 所谓能屈能伸大丈夫嘛 就算伸缩的不太自如 我们还有大量的药物可以调节嘛 是吧 韦地韦哥 印度神游 西班牙苍蝇什么的 但是把握欧洲经济伸缩的重任 这些年 一直是落在一位女性身上 德国一姐 默克尔 法国从曾经的默克起 换成了现在莫朗德 我们有理由怀疑啊 是萨克齐在伸缩问题上 产生了功能性障碍所致 奥朗德上台以后 当天就飞往德国去拜见默克尔 为的也是紧缩这点事儿 尤其是希腊缩不缩的问题 以紧缩换救援 这是欧债支出德法两国牵头制定的方案 希腊人呢 是真的没钱了 目前希腊国库剩余资金不足15亿欧元 也就是说如果本月还拿不出预期的救助啊 那希腊人民只能请求 雅典娜和圣斗士降临人间了 对于希腊人的缺钱 我自己有一段经历 就三个月底 我去香港的希腊领事馆办签证 千回百转 我终于在某大厦12楼的走廊尽头 找到那么一间办公室 上书 希腊住香港领事馆 为什么出了事儿 没人往希腊领事馆跑 因为你上个厕所都得出领事馆的大门啊 按门铃 叮叮叮 我按了三遍 他跑出来了一个外国靓仔 给我开门啊 我就我办visa 哥们坐在门口的沙发上 就开工了 就在我交上六百块签证费的时候 我似乎看到了他眼角的泪光啊 办完了我一总结 领事 门卫 文秘 签证官 复印的财务打砸保洁 可能就这哥们一个人哪 哎呀 说不定领事夫人的职责 都由他自行完成了 真是困难祸啊 但是别看希腊目前遭受的生理上的伤痛 但是这位小朋友的心里却是一个巨人啊 在希腊一百七十多年的建国史上 就有八十多次不还钱的恶行记录 属于欧洲的杨白劳啊 而且从来不出卖喜儿 自己没钱就借钱花啊 借回家的钱 人家不想着怎么以前生钱 而是想着 今天下午茶我吃点什么呢 反正就是花别人的钱过自己的日子 什么 还不上咋办 还不上就不还呗 反正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有 久而久之啊 这个国家的信誉自然是受了重创 但这就是希腊人 国家是国家 我是我 这属于思想顽固 极其缺乏集体荣誉感的有没有 所以欧洲现在成的这般景象 全都是惯出来的 比如法国 目前规定一周的工作时间是35个小时 那么一周你就只能工作35个小时 到了下班的点 如果被保安啊 什么警察啊 发现你偷偷加班呢 这是违规行为 就和咱们交通违章的一样 这开罚单给你 我们不能理解法国人为啥天天游行 就像法国人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还活着一样 瑞士人也活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上班苦 而是人家说呀 不以快乐没目的 而以挣钱没目的的工作 就是耍流氓 由此可见 我们就是一个流氓国家呀 所以有个方案正等待通过呢 瑞士人不管上不上班 每个月政府都发相当于两万人民币的补贴 因为让人为了挣钱而劳动是不人道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方案要是通过的话啊 你瑞士要是不接受我这种痛苦的劳动者移民 也是不人道的 最起码你得接受我去瑞士生个孩子吧 因为香港人不给我们生孩子也是不人道的 我觉得想要救欧洲啊 关键是帮助欧洲人民端正思想 开脱物食 咱中国也不需要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的送钱过去 这叫肉包子打狗狗不理 吃了还不计你的好 最快速最直接的办法 全给他们加入中国籍 发到沿海工厂山西煤窑工作去 一年之后来做个选择 继续留下来干活 还是回欧洲做个勤快的劳动者 放心 就是回欧洲蹲监狱 他们也得回去 这个办法不错啊 这解决了我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他们回国之后呢 咱们还能收到很多 关于改善劳动环境问题的慈善捐款 快点实施吧 其实欧洲啊 也在致力于改善 经济规律嘛 除了硅 还有个绿嘛 所以倡导绿色经济 绿色生活 不是逼着大家都干活啊 只是希望大家少点消耗 没事的时候呢 别蹲在城里半小资 挤在店里买奢侈品 出去溜达溜达 看看大自然嘛 简单的东西 才能有更大的享受 这种推广呢 一定要有一个时尚的外衣才行 所以火了这么一句话 叫less is more 这话我觉得啊 其实是从佛经里给扒出来的 中文叫色即是空啊 可这话在中国现在玩不转 我们现在追求的是 more and more 到朝鲜就更别提了 this is less smita more more是什么东西 油 这个经济的话题啊 讲两句话很不好做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 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上网就搜索紧缩 您猜结果是什么 来各位请自己看吧 下面如何紧缩 我这是个医疗节目 下面如何紧缩 这倒也没错 上面不紧缩呀 默克尔及全体德国公务员 在紧缩的背景之下 集体加薪了 现在老默 一个月工资 18000多欧 倒是法国准备减薪 不过现在这个法国政治局委员们的工资啊 基本都是两万一起 的确太高了啊 可是呢 他们是上面紧缩 下面老百姓他不肯紧缩 我觉得呀搜索出这么一个阴道紧缩来 绝对不是个笑话 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一定有神的启示是在其中的 我想想啊 那个是生命的源头 那另一头 我明白了 积极生育下一代 把问题留给他们吧